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工作人员 对他还是很宠的恶 毕竟作为主场人员 当然要把镜头留给嘉宾了 并且现在一搏还学会邀请人了 不愧是节目组的好孩子 本期看点有哪些呢 向下看 乱花剑与迷人眼春天一定要走出去看一看 坐上火车领略沿途的风景就很不错 那看花就成了咱们老百姓的一大恶趣 可是不得不说 节目组真的是一群有着有趣灵魂的人 这桃花做的 摆动的 让人简直迷失了双眼 一搏的小表情 好像透露着 呵 又智鬼 奔波波勉强和你玩一玩吧 看花 看长城 花大风 工作人员在他们面前弯着腰走过去的时候 屏幕前的我真的不厚道的笑出了声 这群人太憨了 后期剪辑老师竟然直接用了全景 一个个走过去的时候 将综艺效果拉得满满当当 一路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开场的场景设计是一搏拿上票上车 然后走过一节节车窗 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得不说 后面那个小脑袋露出来的时候 还莫名游戏感 凡陈俗是与我无关 一心只想将有人找到急事感 一搏对于绿皮火车的印象在于小时候 去奶奶家要从洛阳到同川 去要坐一晚上的火车 他还很实诚地说 自己对于火车上有印象的物件 一个附在车壁上的便宜式座位 含歌打去的 是不是晚了一晚上 又是大行逗孩子现场 虽然一搏说自己24岁了 但是在哥哥们面前 他确实 还是一个刚刚进入20岁的青年人罢了 不知道一搏看到什么了 好开心的样子 猜测是上一次兄弟团猜对伪装者的兴奋 再次萦绕在他脑袋里 导演组这次又带着卧底和伪装者游戏来了 当然天天兄弟团的各位也绝对不认输 这张图可以被评为全场最佳 风哥的搞笑因子绝对不会迟到 毕竟是他不仅仅是长在一搏笑点上的男人 还是观众的大开心果 一搏坐在一边乖乖看词条 风哥一大坨躲在一边看 只想说风哥你在看也不是你 听到大老师和风哥在看纸条 一搏听到后接着竖着自己的耳朵就过去了 一搏 对于游戏 我是认真的 众所周知 一搏因为要拍戏 所以在增肌 而第一步就先让自己胖起来 然后再转化为肌肉 所以现阶段的一搏在慢慢训练中 肩膀也看起来明显厚了起来 但是还是不得不说 在风哥旁边的一搏还是略显小肢 让人忍不住感慨 风哥你什么时候瘦下来 现在我还记得当初恰同学少年中 那个超级帅气的身影 整部剧最喜欢的角色 风哥颜值巅峰 脑洞时间到 猜测一搏的小心思 再来偷看一眼 认真分析游戏 认真的盯着你 看看你到底能怎么说 伪装者们一个也不放过 这减肥黄瓜汁 我觉得缓缓行 彩虹实验室 我觉得不行 好吃你就多吃点 嗯嗯 真好吃 一搏什么时候能来一次吃播 太期待了 看他吃东西就会觉得特别香 谈街舞 那我就来精神了 王导师分分钟上线 问题很高深 仔细想想有点傻 认真提出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两位肤色差这么多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关注点 果然帅哥的脑回路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周公笑点来自于风哥 对于一搏来说 风哥就是一子 你说啥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我还可以找伪装者